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推动大盘最主要的力量其实不是外资 因为最近这段时间坦白说外资它是跟着国际股市 在做一些资金上面的配置移动 所以现阶段台股的行情外资没办法帮很大的忙 但没有关系起码不要帮到忙就好了 这一波的一个行情我认为其实内资还会有更大的持续的资金会再回来 因为我们也知道现在政府要推动所谓的税改方案 跟股市有关的税改 这个部分其实是过去这几年以来 一直压抑到内资在台股进出意愿的一个很大的政策 如果现在的一个税改对于内资比较有利 对于外资比较严格 把这两个过去以来的不平衡差距作为一个拉近 这个其实对于内资的回流会有一个很明显的帮助 所以我认为目前我们看到短线中小型的个股或内资当家的个股比较强势 这个态势起码还会在延时一段时间以上 所以这段时间大家好好跟着我们来操作股票 我相信应该都会让你有很满意的收获 最近的选股操作 如果是以科技股来说的话 基本上题材主流虽然会轮流 但是整个大方向的焦点还是环绕在这四个方向 以今天来说 记忆体相关的半导体公司 今天看起来在盘面当中 还蛮受到资金的青睐点火 所以这个就表示说 你往这四个方向 那配合操作的节奏感 其实很快你就会知道 现在市场的主流在哪里 那主流里面的强势领头个股 你再把它好好的分析做功课 甚至掌握住它的绝佳的买点的话 其实一个波段上来 我认为每一个人都能够去帮自己 有更好的加薪的空间 那当然我们持续看好汽车电子 还有云端 那这个部分我想我们也之前花了很多时间 跟各位谈产业面 那今天花一点时间来讲一下股价的操作好了 首先讲到云端的部分 我们看今天网通5G的受贿股重达 股价又创下历史新高 可是早盘冲高之后 开始出现震荡 盘中一度翻黑 到了尾盘才又慢慢的推升上去 结果到了中场 如果以技术面来看 重达的K线是呈现一个大大的十字线 有没有 这是一个大十字线 所以代表其实今天的多空 交战非常的激烈 而且它的上下影线几乎是等长 那当然今天是创高之后的震荡 所以这就代表任何一档个股 短线上面你只要碰到 有人想在这里逢高获利了接受 那这个时候你能不能抱得住股票 最大的关键跟考验 其实往往就是在成本 我用一个投资朋友问我的问题 你大概就能够明白成本的中央性 今天早上 再让各位看一下重达的分时走势 这边杀下来之后 你看从今天早上的高点 144.5杀到最低 138的时候 那这个高低不止 今天最低是132.5 更正最低是132.5 这高低是已经差了12块钱 那今天一度杀下来之后 就有投资朋友在LINE 透过LINE发私讯 问温尔老师说 怎么去看待这个重达的走势 就你可能会花一些时间去研究 为什么今天重达 从早上到中午跌了12块钱 可是如果我们从底部区就进场买 着重在产业面的分析 着重在基本面的成长 各位就像温尔老师的家族朋友 在今年的80块的时候进场 你想想看 到目前到144.5 还不考虑这中间的除全息 是不是已经大涨91% 那从今年的80块 涨到现在144.5 这中间大概经历了四个月的时间 四个月到五个月的时间 那各位你看 如果你买在底部区 看到今天的震荡 创高之后的十字线 你会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吗 你会觉得害怕吗 你会觉得担心吗 你会想要去了解分析这个十字线吗 我想应该就不会 所以我其实通过刚好重达 今天这种震荡 一定要再次提醒各位投资朋友 同一支股票 为什么总是有人赚钱 有人赔钱 那往往这个差别是在于 你了解这家公司的程度有多深 你布局的成本在哪一个位置 如果你买得很低 像我们的股市权威的家族朋友 如果大家这一波八字头 跟着威尔斯抱上来 你想想看 这一根十字K线对你来说 真的真的是没有差别 那你当然就不会把你的心力 耗在去研究这个十字线 因为这不过是几分钟或一两个小时之间的变化 其实它对于你能不能大赚 能不能在股市当中 一档又一档的获利50%100% 其实没有任何的关联性 这不重要 所以我不是说技术面完全没有价值 但是各位要有一个正确的认知 真正影响到股价会涨到哪里去 重点还是在它基本面 技术面只是在记录每一天或每一个小时 每一分钟所发生的事情 那你要想想看 短线的分析比较难 还是波段上面的趋势分析 你们认为呢 你们可以想想看这个问题 我先用一个比喻来告诉各位 你认为一年四季的气候的预测比较难 还是呢 明天的气温是高是低 你认为哪一个比较难 这样说好了 现在是夏天 那我如果跟各位讲 夏天之后就是秋天 你认同吧 因为一年的四季 总是按照春夏秋冬的循环 所以呢 夏天过后我们可以确定一件事情 温度会慢慢的下降 将来的温度随着呢 逐月逐季的过去之后 会开始越来越凉快 这叫做气候 这个在股市当中就像是一档股票 它基本面的方向非常确定 它的趋势往哪走 你当然容易掌握得住 可是如果你要去做短线的股价 尤其是越短线的股价 就好像你要来预测 明天整个台北市的温度几度 或者今天晚上台中市的温度会降到几度 甚至今天下午 宜兰的温度要降到几度 其实你就很难精准的掌握得住 因为那是极短线 所以其实你不要把太多的时间花在一些极短线的事情上面 因为那个不但赚不了大钱 反而会耗你很多时间 那你只要把握住一些重要的产业方向 产业趋势 其实获利的模式是可以一直被复制的 除了温兰老师讲到云端 因为我们最近花蛮多时间谈汽车电子跟电动车 上礼拜也跟各位讲到电动车除了特斯拉 另外中国大陆也即将去颁布订定发展电动车的时间表 所以跟大陆电动车有关的公司 可以好好研究一下 当中我们上个礼拜跟各位提到一档股票 出货给大陆的重泰汽车集团 那你去比较或许 在大陆的各品牌当中 重泰汽车不见得是 我们台湾头是没有特别熟悉的汽车品牌 因为它从一开始的发展方向 就锁定在新人员车 而不是目前所谓的汽油车或燃油车的领域 所以如果你要比汽油车的发展 它可能比不上大陆的前景大 可是如果将来大陆电动车要绝起的时候 那么这一家公司或这一个集团 重泰集团 它就有机会后发限制 因为它一开始就锁定在这个方向 那拉回来台股当中 当然就会产生一些投资的商机 我们上礼拜盖牌跟各位讲到的这家公司 其实很多投资朋友都猜到了 就是我们来看一下3593的利民 让各位看一下 利民它是属于光宝集团 耕耘了两年多的车用产品 今年正式开始出货了 所以今年的利民上半年已经开始油亏转盈 目前主要的新的亮点是在于 它生产电动车的电池模组 已经打入到大陆的重泰集团 而如果从上半年的表现来看 重泰在大陆的新人员车市场占有率是将近两成 而且销售量比去年同期大幅度的成长65% 所以这两家公司已经形成一个非常紧密的合作关系 当然这个背后也跟利民有大集团在后面撑腰有关 投资其实最快的事情就是把趋势掌握住之后 再搭配一个好的买点 其实获利自然就会滚滚而来 就像上个礼拜四 我们让家族朋友进场买进利民 当天就亮灯涨停 现买就现供上涨停 马上就可以看得到 礼拜五洗盘整理之后 尾盘甩上来 拉上来创高 今天早上跳空开高之后 震荡之后拉上涨停锁住 三天之内连续三天的红棒 连续的大涨连续的创高 所以在最短的时间之内 就创造出投资的绩效 这个就是人生一大乐事 投资花多一点的时间 把产业的方向先聚焦清楚 我想我跟各位讲的东西都非常的清楚 电子股每天都会有流行的题材 每天的标股强势股满天飞 可是魏杨老师一步一脚印 按照我们既定的步骤 跟各位分析产业 跟各位分析个股 那我们的焦点从来没有模糊掉 更没有跑掉 始终告诉各位这四大产业 题材焦点方向就在这里 只是资金会轮动 那如果不在这四个焦点产业当中 或许还会有一些新的流行 可是除非它成为趋势 不然不在我们主要的选股范围当中 那把产业先找出来之后 再从当中深入的研究 抓出潜力股就像仲达 就是这一波5G云端里面 最强势的个股 创下历史新高 就像利明 在目前中国发展电动车过程当中 它即将串起成为新的指标股 而且背后也有很大的转机性 配合我们的买点 买的位置正确 三天的时间连续三天飙上去 那我们之前也跟各位提到 操作利明 或像这样子类型的低价转机股 有几个重点 各位好好再听一次 好好把它学起来 包含第一个重点是 你希望股价能大涨 那么你要去研究一下 它业绩将来有没有大好的空间 甚至是翻倍 业绩翻倍 股价自然就翻倍飙涨 第二个 转机的标股 低价标股 筹码面通常是大股东 法人才是散户 第三个有集团加持或重量级股东 进驻更加 就像利明就是光宝集团 配合如果有私募 减资合并或新团队 这往往是转型的关键 当然利明连续的三天 成功的印证了我们的看法 标了上去 这边短线你不用冲动追价 会增加自己的风险 可是下一支个股 值得你来留意 因为它还没有飙涨上去 那么这一档个股 也是属于国内的某重量级集团 而且可以说比光宝集团 真的还要更重量级的重量 另外这家公司 发行了GDR来大规模筹资 而且已经完成了定价与挂牌 这一次的GDR代表后面 会有大量的资本支出 表示公司对新订单的掌握度高 而且对未来营运很有把握 股价净值比也只有0.8倍 股价在这边打了一个长线大底 位阶非常的低 我们讲到GDR的发行 或许各位可以先参考一下 之前GIS GIS在今年的6月的时候 也发行募集的GDR 从定价之后 股价震荡整理了几天 接下来启动了这一波标涨 足足涨了7成以上 这个是GIS 从它GDR的定价挂牌 到后续的一个标涨 这样的一个模式 也有机会复制在这一档 低价位的转机个股身上 尤其它背后还有一个重量级的集团 想要投资的朋友 想要了解更多的朋友 欢迎立即跟上我们的脚步 拿出你的手机 加入威阳老师的LINE 这是我们的QR Code 以及我们的账号 可以用账号直接来做一个搜寻 下一段回来 还有几支还没有分析到个股 各位千万不要错过 这枚喷气师傅 手上功夫有够赞 男性护理师 够专业有耐心 让病患家属很放心 肩负三百位旅客的安危 女性也可以成为优秀机师 性别不是阻力 尽情发挥潜力 我们坚持尊专业 一路走来始终如一 累积经验 凝聚实力 向下扎根 稳定成长 投股界永远诚信的品牌 永成国际投股 02-2542-8999 2542-8999 超越德国日本 全球最高水密2500% 台风天不必再插水 成郁平面窗 让你安心睡 万家乡丸大豆酱油 新品上市 使用非基因改造 整颗大豆酿造而成 酱香浓郁 百分之百纯酿造 不添加防腐剂 万家乡丸大豆酱油 一家烤肉万家乡 台风天不必再插水 成郁平面窗 让你安心睡 周一至周五 晚间八点到十点 股市现场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晚间 七点到八点 全球新观点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桃园是台湾的第一站 也是产业的聚落 我们的计划 是连接载地与国际 希望发展物联网产业 让台湾的未来 希望就在这里 整合生活 产业 还有文化的发展 打造台中成为 智慧城市的典范 让我们一起来努力 打造智慧城市 大家一起来 好 刚刚其实在上个阶段 一开始的时候 我跟各位分享 在操作上面 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一档股票 你要怎么样掌握住 大波段的上涨 请你一定要花更多的时间 去研究它的产业 去研究它未来的趋势 这个会比 你每天只是在看它的股价 或一根一根的K线 来得更为重要 越短线的事情 变化 本来就是越大 越难以准确地掌握 因为谁都不知道 下一秒钟 下一分钟 这个世界 这个股市 会发生什么变化 可是呢 真正重要的趋势 它是不容易形成的 但一旦形成 也就不容易改变 在股市当中 与其呢 你花很多的时间 在一些知为末节的事情上面 不如呢 做好重点管理 掌握住趋势 我们来看一下重达 在今年4月5号 来了 魏杨老师的股市权威节目 初灯板亮相那一天 我们怎么讲的 各位 这是今年的4月5号 我相信你们都清清楚楚 看到了4月5号 当天呢 股票开82块 最低80.6 收在82.2 这个K线 是不是还在一个 毫不起眼的整理阶段 魏杨老师已经把我们 看好的理由 清清楚楚写在这里 告诉各位 那当初我们就已经认为 这个股价被低估了 太委屈 因为它光2016年的获利 已经创历史新高 可是股价呢 却还在八字头 没有突破历史新高 而不管是从4G的时代 或将来进一步到5G的时代 光鲜的收发模组 它就是一个趋势产业 接下来我们看到 4月6号 股价并没有因为 魏杨老师的看好 马上出现大涨 隔一天它股价呢 还收黑 可是呢 我们的看法没有改变 接下来 各位看 小小的上去 来到85块钱 4月27号的时候 均线在这里 即将完成 四线合一的纠结的时候 特别提到 这是一档 第一档优质的股票 即便它这里 已经经过了 连续6天的收黑 可是呢 我们并没有呢 改变我们的看法 更没有随波逐流 随着市场每天的流行题材 而去追逐一些呢 大涨炒作股票 反而坚定不移的追踪分析 我们所看好的 第一档优质的重达 到了4月28号隔天 第一档优质股 是不是呢 正式完成四线纠结之后的突破转强 拉出红棒 好 那我们再往下呢 各位接下来 5月的时候 慢慢慢慢电高上来 股价来到87.1 6月的时候来到91% 也是呢 家族朋友 终于对于我们的投资布局 有了呢 更明显的感受了 因为我们的获利率呢 正式来到双位数 而这通常也代表一档股票 从先前你的布局 分析追踪 如果报酬力拉开到二位数的时候 通常就是一个波段的开端 那通常这种报酬率呢 也是对于呢 超盘人的定性 跟未来掌握度的考验 因为很多人会认为 赚了十几%不错啦 股票当然可以卖了 可是呢 我们认为这是波段的开始 因为未来趋势 我们有高度的掌握 接下来93.4元 股价呢 小幅度的再创高 报酬率也已经累积来到了将近16% 股价突破了百元来到104元 报酬率加速度的成长 已经来到了29% 接着108.5元 报酬率来到34% 接着股价拉回的时候 我们持续关注 持续为各位呢 追踪分析 看法没有改变 持续追踪 即便股价收黑 再到109 再往下 接着我们看到 111 报酬率已经来到47% 118.5来到57% 而此后呢 它的股价就是不断的加速度 不断的加速度 不断的创下历史新高 报酬率来到75% 股价来到132.5 85% 股价来到140元 而且呢 第一次亮灯涨停板 就这一天 142.5元 接着又开始做拉回 持续的跟各位追踪 持续告诉各位 这里涨多 要做呢 整理 所以整个8月份呢 即使重达都还是在整理 我们持续去做追踪分析 到今天为止 累计的报酬率 不含全息 已经超过了9成 这真的很像一种 好像当爸爸妈妈 亲手 把你自己的孩子 从这样子呢 在怀抱当中 小小的一个 看着他呢 慢慢的会坐起来了 慢慢的呢 会走路了 慢慢的会跑了 看着他一天一天的长大茁壮 那真的是一种 很难用言语形容的成就感跟喜悦 而重达 我们就是用这样子的一个操作的形态 操作的模式 去不断的呢 帮家族朋友 做追踪 做分析 目的就是希望让大家真的明白 投资哦 不用很复杂 也不用很累 更不要呢 变成是穷忙 穷忙的意思啊 就是很忙很忙 忙东忙西的像个无头苍蝇 可是偏偏到最后呢 即便你比别人还要更忙碌 或许呢 还是没有摆脱贫穷 因为有的时候呢 投资朋友因为自己的经验不足够 或你的呢 过去的背景因素 你没办法掌握住一些产业 所以很容易呢 做很多功课 却让自己觉得心力交瘁 没有收获 因为你的努力的方向 可能是错误的 那不仅是重打 现在我们的累积报酬率 已经来到91% 包含先前的康虎 一个非常非常精彩的 大波段的操作 还有呢 翻倍的力三 各位应该都没有忘记 这几档个股 卫让老师都曾经用了 相当多的时间 在节目当中呢 一天一天一点一滴的 跟各位介绍追踪 从他们的产业趋势 从他们的营收财报 从他们的法人动向 包含他们的分点筹码 我们可以说 立面俱到的 这样子去做一个追踪操作 那我的家族朋友 我很有自信 可以告诉大家 他们一定会得到 这个市场上最好的服务 那你所要为自己争取的 所要努力的 就是找到一个 真正关心你的团队 你看到的这些个股 家族朋友 其实都是跟着 薇洋老师的 在过去这几个月当中 一起打拼 有的人四月就跟上 薇洋老师的脚步 重达八十几块钱就买了 有的人可能到了 一百块的时候 终于认同了薇洋老师 所以加入了我们的行列 有人在康普五字头的时候就买 有人在七十几块的时候买 但是呢 不管你是在前面加入 或后面加入 只要你认同了我 都还来得及 包含栗山都有 家族朋友是买在22块 23块钱的 那经过这几个月 大家看到股价发威了之后 当然你也很想要找到下一档 所以你就要好好想想 在过一个月之后 或者又过了三个月之后 你希望你的手上的股票 能带给你多少的报酬率 甚至时间点在拉得更长之后 你需不希望你的一百万 能够变成两百万 三百万 一千万 马云说了一句话 说得真好 十年后你想要什么 我们今天就要开始做 所以你不必羡慕呢 已经大涨了九十几% 一百%的重打康普 逆三 重点在于下一档翻倍的股票 你需不希望呢 跟着我们一起 现在就同步来做底部的布局 底部的进场 那个才是真正的成功赢家模式 想要赢的朋友 989的计划 要邀请各位呢 认同微量老师的朋友 把握这个机会 立刻跟上我们的脚步 祝大家操作顺心 明天见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前线评估 并次负投资风险 明天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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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